大家好,欢迎来到交易新手Market Newbie期权交易系列的最后一个教学视频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在上一节课中,我们学习了买入跨市期权和卖出跨市期权策略 在这一节课,我们将学习期权的风险指标 期权的风险指标指的是衡量期权内在价值、时间价值和波动率的一组参数指标 在期权交易中,我们主要做下面的决策 包括要买卖什么期权,要在什么时间买卖 而学习期权风险指标有利于帮我们做下面的这些决策 不知道期权风险指标就像买了一辆车 但是却不知道车子的马力和排气数据等等一样 因此,我们需要学习期权风险指标 并用它们来为我们做交易的决策判断 在我们深入探讨期权的风险指标之前 我们先来讨论一些术语 第一个是实值,英文也叫in the money 如果一个可乐期权,股票的市价高于期权的行权价 我们就说这个可乐期权是实值的 如果是葡萄期权,股票的市价低于期权的行权价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葡萄期权是实值的 实值的期权代表行权是有价值的 第二个术语是平值,英文也叫add the money 如果一个股票期权,股票市价等于期权的行权价 我们就说这个期权是平值的 最后一个术语是虚值,英文也叫out the money 如果一个可乐期权,股票的市价低于行权价 我们就说这个可乐期权是虚值的 如果是葡萄期权,股票的市价高于这个期权的行权价 我们就说这个葡萄期权是虚值的 虚值的期权代表行权是没有价值的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上面的术语呢? 主要是这些术语和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期权风险指标非常相关 我们接下来介绍五个期权风险指标 包括第一个,data值 它是衡量股票价格变化对期权价格变化的影响 第二个是vega值 它衡量的是股票隐含波动率对期权价格的变化影响 第三个是gama值 gama值衡量的是股票价格变化对data值变化的影响 第四个是feta值 feta值衡量的是时间损耗对期权价格变化的影响 最后一个是roll 衡量的是无风险利率对期权价格变化的影响 第一个要介绍的风险指标是data值 我们提一个问题 如果股票的价格上涨或者下跌一元 期权的价格是否也上涨或者下跌一元呢 data值就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data值用来衡量股票价格变化对期权价格变化的影响 它代表的是股票价格变动一个单位时对应的期权的价格的变化量 data值的变化在-1到1之间 可乐期权的data为正数 而葡萄期权的data为负数 例如一个可乐期权的data等于0.5的话 就是说如果股价上涨一元 可乐期权的价格也会上涨0.5元 而葡萄期权假设data等于负的0.5 这就是说如果股价下跌一元 葡萄期权的价格会上涨0.5 当然我们这里要注意这里是有前提条件的 就是保证其他所有的参数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让我们用可乐期权的data值结合前面的术语来说一说 如果您的可乐期权是实质的 这就意味着股价大于行权价 data值会在1的附近 也就是说股票价格上涨一个单位 您的期权价格的上涨也会大概是一个单位 如果您的期权是虚子的 这意味着股价小于行权价 data值会在0的附近 这就意味着股价上涨一个单位 并不会对您的期权的价格有很大的影响 而如果是平值的 也就是股价等于行权价 data值会大概在0.5的附近 也就是股价上涨一个单位 您的期权大概也会上涨0.5个单位 当然前提条件是其他所有的参数都保持不变 我们再来看看葡萄期权的data值 如果您的葡萄期权是10值的 这就是说股价小于行权价 data值会在-1的附近 这就是说股价大于行权价 您的期权会大概上涨一个单位 如果您的期权是虚值的 这就是说股价大于行权价 data值会在0的附近 这意味着股价下跌一个单位 对期权价格的变化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而如果您的期权是平值的 也就是说股价等于行权价 data值会在-的0.5附近 也就是股价下跌一个单位 您的期权价格大概会上涨0.5个单位 当然这里的前提条件 依然是其他所有的参数都保持不变 但是这种前提条件不会发生 因此data值只能作为参考 不能认为股票移动一个单位 期权就一定上涨或者下跌一个data值 第二个要介绍的风险指标是Vega值 Vega值衡量股票隐含波动率 对期权价格变化的影响 隐含波动率指的是期权程序期内 标的股票上下波动的幅度 如果股票价格上下波动非常剧烈 那么隐含波动率会变大 如果股票价格只朝一个方向 或者股票价格在一个小区间内运动波动很小 那么隐含波动率会变小 Vega等于0.04意味着 假设行权价是100 而您的期权现在是平止的 当隐含波动率每增加或者减少10% 期权的价格会增加或者减少0.04 前提条件是其他所有的参数都保持不变 如果Vega值非常高 这说明隐含波动率对期权价格的影响非常明显 一般来说波动率越高期权的价格也会越高 对于期权的买家来说 这意味着买入的期权的价格会越高 我们用可乐期权再结合前面的术语来说一说 如果您的可乐期权深度实质或者深度虚值 这意味着股价远高于行权价或者股价远低于行权价 这时Vega值会很小 因为交易者会认为市场的波动很难再影响到期权的价格 您在深度的盈利或者深度的亏损中 而如果是在平值的附近 这意味着股价在行权价附近 Vega值会很大 因为股价的稍微波动都可以使期权由虚值变实质 或者由实质变虚值 第三个要介绍的风险指标是FETA值 FETA值衡量的是时间损耗对期权价格变化的影响 或者说每一天的消耗对于期权价格变化的影响 例如 假设FETA值等于0.5 这意味着期权的价格随着每一天的过去会减少0.5 如果您是期权的卖家 那么时间或者说FETA值是您的朋友 如果您是期权的买家 那么时间或者说FETA值是您的敌人 第四个要介绍的风险指标是伽马值 伽马值衡量股票价格变化对于德塔值变化的影响 换言之 也就是股票价格每变化 一元 德塔值的变化是多少 两个期权就算有相同的德塔值 也可以有很不同的伽马值 一般来讲 当股价越接近于行权价时 伽马值会越大 因为股价的稍微变动都可能引起期权从虚值变成实值 或者从实值变成虚值 也就是说 德塔值可能迅速的从零附近变成一或者负一附近 或者从一或者负一附近变成零 对于平值附近的期权 要特别注意伽马值的变化 最后一个要介绍的风险指标是Row值 Row衡量的是无风险利率对期权价格变化的影响 假设一个期权的Row等于1 这意味着无风险利率每上涨1% 期权的价格也会上涨1 当然Row值相对于其他几个风险指标用的场合比较小 所以一般都可以忽略不计 可乐期权的价格随着无风险利率的增加而增加 可乐期权的Row为正值 葡萄期权的Row为负值 例如 您的可乐价格为5元 假设Row等于0.3 那么无风险利率上涨1% 您的可乐期权的价格会上涨到5.3元 当然前提条件是其他所有的参数都保持不变 在我们的期权交易中要善于利用期权风险指标 在您买卖期权之前请先查看清楚期权的各项风险指标 很多券商的交易平台上直接都可以查到这些风险指标的数值 对于不提供这些风险指标数值的券商平台最好不考虑选择 最后要和大家交代的是期权是比较复杂的概念 所以还有很多的知识需要我们去学习 您可以跟随我们交易新手Market Newbie的脚步 学习更多并且积攒更多的经验 我们会和你们分享我们好的期权交易知识和经验 接下来我们还有三个石盘演示视频 欢迎关注 最后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给我们留言 您也可以在Market Newbie的网站和下面的社交媒体上找到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ontact us at marketnewbie.com 谢谢各位 期待与您下次再见